感謝一安 繼續來關心理空 二十年 阿台經濟合作會議 APEC在彼陸來舉行 有說 總統率先在本地 要派政府總統 但今年來代表 不過因為中國要彼陸是不同意 現在要改派 鳳基集團的創辦人士經營 不過總統府是標示中 沒有再跟討論臨算 確定在正式來對我公佈 今年阿台經濟合作會議 APEC在彼陸舉行 占對經濟合作會議的 總統率三的臨算 我跟團出總統率請到 原本希望由政府總統 重建議員議書 丹建林代表前往 不過在中國的壓力之下 沒有在到彼陸的同意 以我們的團出該派過期 也在丹水壁救護時期 出現APEC第三的 鳳基集團創辦人士經營來代表 提出一些抗議非常遺憾 目前我們所得知的訊息 主辦方秘魯 似乎也向我國的政府傳達了 陳建仁前副總統 應當是難以代表台灣出席APEC 因為我們現在策略是完全傾向美國 那美國能不能幫我們發聲 美國能不能幫我們折衷 這個其實就很重要 我們應該讓美國去跟我們做相關的協調 如果委員會說 既然我們同意的策略 偏向美國 能夠給美國跟我們同意協調 在著親美政策的合計 委員會批評說 這現實中國在國訪、外交 和國際國訪民繼續打壓台灣 外交部也作出回應 我國出席APEC經濟領袖會議的人選 一項是由總統決定 人選確定後 總統府將正式對外公布 媒體報導中所稱的相關內容 基於對秘魯方的尊重 以及雙方互信 外交部不便對外說明 來看過去八年 APEC的領袖代表 日空16年、日空17年 都是由蘇東市總統府的主政 宋車如來誕言 日空18年到日空23年 是第七段的創辦人 中中沒有代表出席 日空24年的臨選是要不定 總統府發言人 過了幾十四表示 相關的臨選有一個在討論 就像過去如果有面對安排 會向國庭公開報告稅名 記者總括報道 一會兒 在討論 要不要 這麼差 有